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百姓二手房车,南京百姓二手房车 今天给大家看一看两台好车 福特原厂的V348 Pro 这边左手边这台是2021年 右手边这台是2022年 我们先看一下这台2021年的福特原厂 V348 Pro 整个车长5米8,车高2米8,车宽2米03 我们先看一下整车的外观 车顶的上方一个自然棚 电动的踏板 来我们到后面看一下 车身的尾部带有一个储物箱 一个爬梯 这边是我们的空调的外机 我们把这个储物箱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这里的开关 放下来以后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操作台 来我们看这里抽出来就是我们的燃气罩 非常的方便 在户外做饭很方便 并且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储物柜 这边可以放我们的一些做饭的一些调料 一些生活用品 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小书包 这边就是我们的清水箱的加水口 这边是我们市店的一个接口 在这里充电 进入车身内部 2021年的车 目前是安全行驶了两年多的时间 现在表显是两万多公里 给大家看一下 操控台 多功能的方向盘 2.2T的一个柴油的超静音的一个发动机 这边自动挡 大屏的导航 真皮的真皮包裹的这个预表盘 看上去很nice 就这个情况 来我们进入到车身内部 打开车门电动踏步出来 进来看看 进门以后 这个车带有原厂出厂的 砂门砂窗 这样的话通风效果特别的好 进门的上方是我们这台车的一个电路的一个控制面板 逆变器的开关 影音系统水泵户外灯 这边是一些灯的一些开关 上方呢就是我们的空轮机 这边是89%的电 现在178安时 48伏 48伏相当于说有9.6度电 9.6度电很够用 再看这一边 房车专用的微波炉 其实微波炉在我们旅行过程当中 还是很管用很方便的 下来就是我们的操作台 这边是一个带盖的一个洗手持 这台车是一个160升的清水箱 加80升的灰水箱 下边是一个多美达的房车专用冰箱 都是名牌货 都是好产品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桌板也是可以延伸的 桌板延伸出来在这里做饭 用洗菜 就是用起来比较方便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六座的版本 那这台车呢 我们的小桌板放下来 卡座也是可以拼成床的 并且它的储物空间 上方的这一排的吊棍一直到底 我们可以放很多生活的日常用品 为了节省空间 我们看一下这个洗手间是一个折叠的一个伸缩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到房车里边的空间啊我们在里面冲凉洗澡的时候啊把这个拖出来啊就外面就拖出来了很方便很实用 节省了很多空间啊 后方呢是一个后横床的一个设计啊 我的身高是一米八 后横床的尺寸呢是一米八五乘以一米三可以轻松的睡下两个人啊给大家看一下演示一下啊一米八的身高躺下来嘿嘿嘿嘿嘿 稍微打斜一点啊打斜一点哎这样可以啊上面还有一个拳头的举例哎睡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再看看后面的小细节啊这凤围灯晚上亮起来应该是特别的漂亮啊凤围灯这里也有床头的阅读灯啊上方是我们的一个空调啊空调车顶的上方也有一个双向的换气扇 一感双向换气扇 同样啊这些小细节啊这些USB的插孔啊啊我们的氛围灯啊呃我们的那个柴软的开关啊都在这些位置 下边还有小酒柜哎看一下小酒柜 车顶的上方呢是一个五百瓦的太阳冷板五百瓦的太阳冷板在正常的天气情况下来我们是可以发到将近两度电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台车也配备了一个三千瓦的离电器刚刚我们也介绍到了这里的这台车的电池呢是有将近十度电九点六度电的一个电池 水箱是一百六十升的清水箱加八十升的灰水箱啊朋友们你们觉得这台车的配置够不够用啊最后我跟大家讲一讲啊这台车啊三二点八好嘞拜拜